各位有时候光看到霸道总裁CEO吃香的喝辣的挣很多钱 但是各位也要看到也要知道真出了事 那霸道总裁也好CEO也好 他们要承担常人所无法想象的压力 羞辱风险甚至伤残甚至死亡 类似在上古时代那些巫师和那些亡 在平时的时候他受到大家受到族人的供养 衣食无忧风调雨顺的时候 他可以唱唱歌吹吹风过过好日子 但一旦出现大灾难大困难大不祥的时候 这个巫师这个王就不得不跳出来 惩罚自己牺牲自己为了族人的福祉 平常的时候他的确挣的比大家多一点 的确名声比大家得的多一点 权钱色名利拿的比别人多 但是在危险的时候在倒霉的时候 他比别人比普通人要承受的多的多 所以各位要均衡的看待 霸道总裁均衡的看待自由